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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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是不是前排爆了那个? 那是巨文的准备爆 火山那边中的那些 所以它的抗物质含量很高 走开 口感是很斯文 好像 当然 它是很苦的 它是一个甘 甘味之后会甜 而且香料的风味会比较明显 就是太好喝 未弄均的状态 就像嘉慧的那杯咧 哇 还有些运动的状态 现在要试试喝 不知道怎么解释这杯咧 很难定义 咖啡的比例 那种状态是若隐若然的 但我喝到一种奶茶的感觉 其实茶味不算浓浓 咖啡味比较浓浓 咖啡味比较浓浓 或者是咖啡的味道伤 它说的 其实就是我之前没喝过的一种状态 通常几点钟最多的白领姐姐 过来买的 8点钟我们这里 会全部的单纸公门 明白了 按照8点到8点半 这里会会聚珠江伤性 不少的白领姐姐 这个伤性会更加重要 哈哈哈哈 这里是北中庭 星哥 你看看后面有什么 好像东南亚标 大文像啊 双子塔 对啊 没错了 明天这里会有一个 亚洲标的市集 是 还有呢 有你最喜欢的一样东西 什么呢 Cosplay Cosplay Cosplay啊 不知道 北中庭这里有什么东西 身后面这个 適合我 哪个啊 炭水化合物 一料 羡慕你们了 你们到时候明天下午 看完Cosplay的表演 走完这个亚洲市集 就可以过来吃日本菜 在旁边就很快 有什么好推荐啊 我们这个季节是鵝肝 主打是鵝肝的 是哪里的鵝肝 鵝肝是法国进口的鵝肝 大家开始玩火了 玩火 哈哈哈哈 玩火 哇 好害怕 加热牛油 浸透牛腻 更香 好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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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好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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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的椒牌 金牌鱼干寿司 我第一次试 这个紫苏鲑牛干 好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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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人 不是这么会说话 让我来试一下 因为平常吃鵝肝 都是试过加这个 蓝莓酱 提子酱 第一次试一下这个 紫苏叶包 真的很新鲜 因为鵝肝 其实有些人吃会有点肥腻 但是加上这个紫苏叶 有点清香的味道 这个是蓝莓鱼子鵝肝 第一层是鱼子酱 第二层是鵝肝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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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鵝肝酱 夏天吃这个 真的很舒服 而且这个鵝肝酱 不会腥的 是咸的 有点大气的风味 但是它不会腥 嗯 很大众化的鵝肝性 包括他们的寿司 包括他们的鵝肝 包括他们的鵝肝 其实 格格都很平 很亲民 很亲民 鵝肝酱 很热 很热 对呀 这里就是花城会的中区夏天榜场 小冬粉,羊肚子,兔子 都在这里 接下来吃一个廣东的 信德菜 传统的食物 挺有名的 耐者鸡煲 自己研发生炆法 比传统的炆法 红烧炆法 吃得比较轻轻 很多骨胶圆 有鲍鱼 有海芯 有花胶 那传统的有什么材料 一定要有 鲍芝肚 一定要有 我们全部拿正宗的清丸酒地鸡 清丸鸡 好不好 好 吧 鲜味 第几中竹 因为十多种食物 煮食 scarce 看上去是大茶 很贵 当然,传统材料 会有饱忍野口 每回那個肉 colonies ynen 恩 这一口汤,我喝出了妈妈的味道 鲜味是有的 鲜味是有的 尝尝鸡 清远的酒地鸡味 鸡肉很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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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第一次吃水鱼 真的吗 生前的样子有点令我冷 鸡肉很滑 鸡肉很滑 皮很棒 鸡肉很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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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多鸡肉 这是什么鸡肉? 这是我最惨的女鸡肉 不是 而且,有很多人比你惨, 你已经去到金字塔中上层了 有些是金字塔底层的, 吃了几元鸡的东西, 还没出声 吃了佛跳场, 吃了鵝肝, 你最想怎样? 我都很久没有吃过了 今天和家伟来到花城会, 学会乐都齐的, 包括我们吃了几餐, 各自有各自的特色, 明天开始有不同的活动, 我更加期待明天的活动, 因为大小小朋友都对的, 各个区域有活动, 各个区域都有美食, 九周年, 祝他们生日快乐, 与此同时, 他们也推出了小程序, 可以免费注册, 成为会员系统, 会有很多优惠, 包括美食, 美装, 吃喝玩乐的优惠都有, 消费就有即分, 即分还可以兑换停车券, 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 好, 这里是品诚记, 谢谢家伟, 希望下次再和你一起去花城会, 尋找最美的人事物, 好吗? 没问题, 拜拜, 拜拜,